将罗侯之药放到这太渊镇座上试试吧 这是基督幻碑 这幻碑以罗侯神和眷族们所留下封念的方式 记录有关过往诸事和他们所留存的记载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里曾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我要耗费若干数理 以手上的戒指来聚念神官这基督幻碑内的记载 初之起一十三 为开启太初盘古的无方混沌 女娲和福西以和其卷族分享三界的条件 要无助他们完成创世之举 将混沌匹为明矮定土画荒三界 岂知在终于大功告成之后 一向忌讳我族实之力的女娲 玄机食言反悔 与福西合谋对吴与卷族大举战旗 后来的创世之战也就因此展开 初之其酒 女娲福西和我族罗侯 在太初之时一起来到上市一片混沌的冥界金市 本来约定合力将她开辟为三族共治的三界 但一向居住于冥矮中的女娲忌惮我族之力 认为我族必会对其所创人族造成危害 因而生出将我族逐离金界之面 我们三族的本性来源本就大义 如今思来 当初的合作就已种下战争之中 只是事已至今 我罗侯一族绝不退离此事 就算花上千年万年 也必定要向女娲一族讨回这个公道 初之期三十二 太初争事一战 使吴卷族永远的耻辱 吴族在女娲与福西两族的阴谋之下 丧尽缘情 不独吴在福西和女娲的两强夹击之下败退 与吴共创人时的眷族 也禁接在此一种伤亡殆尽 幸存者还需在幽华玄水中 休眠千年才能复原 吴族只有暂时从冥界撤回幽吟之中 等待下次反攻血仇的天使良机 以吴族之名 只要这座罗侯城和天洞仪 存在一日 时 终有再次笼罩天地的一刻 初之期二十三 自征事之战惨败后 吴之卷族权因伤重 进入创命之间休眠 吴也因败于女娲和福西之手 而失去肉体 吴只能以玄日连台缓缓续积的心药之力 在极为短暂的时间之内暂时现化 终有一日 无悔一时 吞没女娲福西所试图保护的一切 初之期二十五 虽然女娲和福西在创世之战中获胜 病途永远将我族封在创世时残留的幽影之中 但她们却对着九魂天洞仪之力束手无策 只要要力和尘味合适 天洞仪便能突破明幽之线 既由日要或月要开启幽影通往冥界的通道 女娲的无知蝼蚁们将看到的景象称之为十 然女娲以七色彩石速成的天目之线十分强固 通道往往只能支撑片刻 若要永远洞开着可恨的天目之线 还需要另一股来自冥界的力量才行 初之期四十一 几经思量之后 唯一能永远洞开天目的方法 便是在冥界之中再建造另一座九魂天洞仪 此天洞仪因城中的天洞仪之力反击而转 以因此而生的逆缘之力 并九要仪轨偏位 最后便一举将天目之界彻底毁破 然而在女娲的监视之下 此举必定绝难成功 必须创造代替无在冥界行事的使者才行 孕之期三十七 女娲在明世仿其形貌所创人族 不独能力外貌难登大雅之堂 其生命短暂脆弱 所到处吵杂喧嚷 如遍爬各处的蝼蚁般领悟厌恶 但为了今回在明世建造天洞仪之徒 依然得依照其形貌 来创造将派遣前去的两名使者 吾将以至高的创命法仪 雕琢着寂贱双世 赋予他们无上的智慧与力量 以及无暇的姿态 让自残行贿的凡人拜扶于地 如天人般为福他们 初知其武术 吾对初次创造的两名使者十分满意 但因意识不察 使他们的外形过于接近我 阳皇跟军坦 如此是不能派往明世执行使命的 吾对依照女娲人族的样貌 重新创造两名使者 至于已经完成的这两名使者 吾将他们分别取名为 依稀与阳环 先让他们守卫 不可能会被闯入的天洞仪 创之旗四十九 新造的两名使者已经完成了 虽然吾对他们的外表和能力 并不完全满意 但这回确实是完全符合了 女娲人族的外貌 吾将他们分别取名为 霍庸与冰璃 相信他们必定可以完成 吾所交代的使命 利用女娲的蝼蚁之力 建造天洞仪 早日让我族的幽黄 重返明世 霍庸和冰璃 是啊 我们便是背负这使命 将生与子啊 初之旗七十五 在幽阴的竞技之中 千年的时光已经过去 但前往冥界的霍庸和冰璃 再也没有任何回报 吾不相信这两个精心创制的人偶 竟会失败 即使他们错过了时机 也被迫隐藏身份沉眠 也必定能在千年之后 继续完成未尽的使命 所以 吾决定继续等待下一次的天使之客 火庸 冰璃 你们不会让吾失望的 嗯 目前所得的消息应你足够 就不再去查看这幻碑的内容了 再来